再来看一下前几天特殊处理的这个摆盒 把它搬到了这个阳台花园 晒不到太阳也淋不到雨 然后再把它的这个花柱给剪掉之后 这个花朵开放的时间明显比之前那一盆更久 现在目测的话已经是更久了两三天 可能它还会继续开 但是有花友提醒我说 不光要剪掉这一个中间的花柱 连这旁边的这个有花粉的这一个也要剪掉 仔细想来想也对 因为无论是这个花柱还是这个带花粉的这一个 都是非常非常好营养的 把它剪掉的话 可能它就能开更久 说干就干 现在再来把这个花粉也给剪掉 OK 这样就剪好了 剪掉这个花粉和花柱除了可以节省营养以外 它可以防止这个花粉 粘到了这个花柱上面到时候它就会结种子 结种子的话这个花度它就是会提前开败的 所以剪掉这两样东西的话就能延长它的花期 大家在剪这个花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不要用这个手去脱这个花粉 看我的这个手 黄黄的都洗不掉了 等一下再认真洗一下 好了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